讚 讚 讚 我是第一次參加 我是東北社區 我台語比較不冷 百鄉國 這裡還有處理 阿公阿嬤在這裡可以開槓 小時候的回憶 太棒了 讚 第十一屆的社區PK賽 總共分成鄉村休閒組 跟環境營造組 那重點最主要就是說 把社區老舊社區一些活化 把它新生 還有把一些垃圾資源的 一些再利用等等 重點就是說 要把整個社區的活路 由小到大 重點是社區營造好之後 我們也希望青年能夠回流 社照的PK賽 那今天是進入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我們有五十組來參加 那今天能夠進入第二階段 這二十組都是上上之選 都是佼佼者 那今天我們從第一攤 看到第二十攤 都可以看到 他們把地方的特色 還有社區的文化都展現出來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社照是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讓我們地區更加的活絡 那鄉親鄰居的這個 團結力量的精神 是我們大家值得鼓勵的 那尤其是雲林縣 是一個農業大縣 也是一個高齡化的一個縣市 所以未來針對社區營造 我們會極力的來協助 也會極力的來幫忙 我想這是我們社照的一個精神 那今天呢 我想我們最重要 還是讓我們各個社區 來展現特色 那我們評審老師非常嚴格 也能夠把我們跟生活 跟環境結合在一起的 這樣有特色的這個社區 我們評審出金銀桶 那上去還有基優的這些社區 我想人人有獎 但是最重要 還是要有突出他們的特色 那未來我們在觀光休閒方面 每一個社區呢 如果能夠有它的特色 我們也可以舉辦 一日遊二日遊 來加強社區本身的一個知名度 跟提升他們本身啊 在社區的一個成就感跟競爭力 所以我想未來我們會跟 城鄉處文化處農業處 還有我們的環保局 各局處是大家串聯起來 應該可以讓社區更加活絡更加有活力 環環社區 幸福於你 耶